在这段疫情期间 大家都辛苦了 但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冠状病毒 我们要同心协力 才能够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人如果没有危机感 就是最大的危机 让我们把每个危机当作转机 在这段时间 我们这些F&B和新加坡人 大家都辛苦了 我希望明天大家会更好 大哥 大姐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不是限制 大家一起勇敢对抗疫情 尽早接种疫苗和追加剂 出门放心 家人也安心 面对任何挑战 我一下来都不服输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用不服输的心态 来面对 来打败这个疫情 过着新的光 很暖 与你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与关病共存的防疫策略 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请问大家到了现在 关病发生将近两年了 你还惧怕关病吗 害怕的请举手 还是有 打了疫苗还是怕 对 为什么 你知道 作为一个音乐人 创作人 最怕的就是没灵感 而且我很清楚自己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 我的很自由的一个状态 旅游也好 或者是因为工作到处飞 出去 散散心 很多时候在生活的每个点地 都会得到一些新的想法跟灵感 如果有很多的限制 就好像自己的创作会被困绑住的那种感觉 就我其实很害怕那种感觉 当然是因为我们在前线的做餐饮业的 所以我们如果感染到的话 会带给麻烦 我们公司的麻烦 还有顾客的麻烦 所以说尽量是最好不要出去太多 可以避免就避免 其实杰杰跟艾伦 他们不是害怕那个灌病 是害怕他的这个影响 是 对他们的事业 他们的工作的影响 我们在卫生部 需要团结国人抵抗病毒 所以我们不可以害怕 但是要敬畏他 要尊敬他 知道他的杀伤力 但是如果我们害怕的话 我们打败不了他 是 所以我们不能够害怕 只要我们做足够的防范 其实这些病毒 这些细菌是可以受控的 特别现在打了疫苗之后 大家免疫力都增强了 所以这个病毒原本的杀伤力 也降低了很多 那基本上就把这个病毒 变成一个普通的伤风感冒 中了伤风感冒之后 大家也不用说很恐慌 没错 说到与关病共存 大家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 像岳明 对不对 比如说你常接触老人家 大家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我在基层 有很多例子就是叫他们去打疫情 老人家就说 我不要打了 朋友说不好 隔天忽然间 他女儿就把他推到那个接种中心去了 她说 伯母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 不要打的吗 她说 不是 因为昨天晚上我的朋友来我家里 告诉我说他打了 没事 我就来打 所以这方面的一个传达 那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其实JJ在国外 你是特地回到新加坡打疫苗的 那回来之前在国外看到一些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情况吧 我自己感觉就是不管到哪里 其实我还是究竟是一个新加坡人 就会觉得说如果要打疫苗 还是回家打是最好的一个感觉 我除了可以回家打疫苗之外 可以跟家人一起度过 我觉得那是一种回归的感觉 你打了有什么反应吗 我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这个低招 就是一般感冒的感觉 但是没有到很严重 追加剂打了没有 追加剂还没打 还不到年纪 还不到年纪 上个月才打完第二 上个月才打完三个月 所以打疫苗从来没有犹豫过 对不对 觉得说这是应该要做的 一开始当然会想 然后会做一些research 看很多报道也好 或者是上网去看一些资讯 去了解到底打进去身体是什么东西 一开始有一些疑惑 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在长期里面 对身体有什么的变化 或者是害处 但后来过了一阵子 身边的人其实都打 而且也开始觉得说 好像也不想要 因为自己的心理的顾虑 也去影响到他人的安全 所以如果statistics可以证明说 打疫苗是可以减低风险的 那就打吧 我觉得打了疫苗之后 没有这么可怕 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去 打好疫苗 减低自己的那个风险 但是那些有始至终都不愿意打的 他就会觉得说 你看现在病例激增 这个病毒串来串去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就是要自生自灭了 可是他又不愿意打疫苗 部长 也没办法 人各有志 但是客观地来说 是新加坡打疫苗这方面 在全世界算是非常成功 因为能够打疫苗的人 就是说小孩子不算 94%已经打了 把小孩子算进去的话 大概85%已经打了 所以这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我看很多人也对这个疫苗有信心 但是有一个小部分就是还是有顾虑 所以就要靠他们亲信的人去说服他们 有时能够说服 有时不能够 这个我经历过的 我跟一个伯母谈了20分钟 叫她打针 她说可以 我老公先打 她打完没有事我才打 要不然两个一起生病 我怎么照顾她 我转个圈回来 她手上已经粘了一个胶布 她说我打了 所以我跟你谈了 20分钟你不肯打 为什么现在就打了 她说 好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街头访 让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于第三季有什么想法 一起来看看 10月5号我们打了第三支 我们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很好 平安不适 我的姐妹全部都接种了 每个人都老了 一辈全部都要接种 你没有接种这种东西 去外面也是很危险 对吗 我们是要保护我们的国家 打两支 这个礼拜里面要打到一支 第三支 我打了两支 我也中了 我中14天 在医院7天 在酒店7天 不过没事情 只是发烧 跟一点喉咙 有很多我所认识的 我都告诉他们说 你老人不出门 你也是要打 他说不用了 我没有去哪里 我说万一你有一天 要去哪里 你就没得去 我对你一天要去哪里 你都没得去 那等下要去打 护士托车苗 已经支持了 没办法 现在我有两个朋友死都不要打 现在麻烦他有孩子不可以出来 现在去购物馆 我也是不懂他会怎样过 支持 当然看到很多年长居民 他们都对于这些疫苗更加的追加剂 都很愿意去打 我觉得是很欣慰的 这也反映了新加坡人其实是很理智的 当然很多人可能对于打疫苗 还有一点点恐惧 疫苗本身肯定有一些少许的这些风险 但是你不打疫苗不代表就没有风险 因为你也可以有患病的风险 两者都需要一些风险 所以问题是你怎样去保护自己 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国家已经真正开放了 我们本国也是 部长你刚才也提到说 80%以上 90%以上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有一点担心说 那些人一起用餐 只是允许两个人 另外一个事情说是那个一米的距离 假设说他们有40个座位 可是为了一米的距离 他们只是可以20个人来用餐 这样的话他们生意不是简单一半吗 所以对我们来讲说做的生意是非常辛苦的 餐饮业者的这个辛苦我们都能谅解 很可惜的就是这个病毒最容易传染的方法 就是没有一米的距离 坐下来拿掉口罩谈天吃东西 最容易传染的方法 所以因为这样 有改进 有进步 是不是这么说 也因为我们走的是所谓的中庸之道 所以也就是说接下来 只要疫情有一个比较大反扑的时候 我们就会踩刹车 踩一点 然后再看情况我们再怎么谈着 当然希望不会 但是这个跟打疫苗关系很大 对吗 你看刚才第二个安提 就是说他打了疫苗后来又中了 但是中了只是有一点小发烧 他就恢复了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百个人中的话 大概九十九个人是轻微或者没有症状 而且他们多数都是因为打过疫苗 这剩下一位可能需要氧气 可能需要ICU 很不幸地有些死亡 而这一群人三分之二是没打过疫苗的年长者 所以希望年长者真的能够打疫苗 我们就需要有时踏一踏这个刹车 不是马上的刹车 芳芒一点 是 让它在传播力没有那么强 糖食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科学考量的 因为我们知道冠病 它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 特别是这个德塔变种毒株 这个病毒可以传播其实是靠三个量 一个就是声量 就是说话多 发声多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人量 就是你的人交流的时候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人的流量 来回的轮潮很多的话 所以如果这个餐饮场所 特别是室内的餐饮场所 开空调 所以空气可能流通就没有这么顺畅 那人又多 量又多 发声又多的话 又没戴口罩的话 那个感染力非常强 好像说现在两个人堂食 那我们比方说这两个人晚上一起吃 但是下午又见到另一个朋友 那这一天这两个人有一共几个接触 就是四个接触 是二乘二 如果现在我们改成三个人堂食的话 就变成三乘三 九个人 流量就多了一倍 如果说五个人就是五乘五 二十五 就多出了大概六倍了 如果说餐厅里面大多数全部都是 只要完成那个接种疫苗的时候 你觉得是可行的吗 好像我们也是看英格兰足球 你看五万多人在那个体育场 全部都是没有戴口罩 也是这样过生活 拍放得太慢了 部长 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第四段要谈 部长 这是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好 留第四段再谈是不是 你留第四段 你再问多一次 部长 我们会担心我们再限制下去 我会忘记怎么唱歌 这也是第四段的问题 OK 我们先关心一下小朋友好不好 12岁以下小朋友还不能够打疫苗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家长朋友 是不是能够接受儿童接种疫苗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线上的调查 你是否会让12岁以下的孩子接种疫苗呢 65%的人说会 35%的人觉得说不会 我们现场也有家长朋友 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子打疫苗 因为我现在知道小孩子中这个冠病 其实那个恢复也是很快 而且我们有看到说没有小孩子进病毒 所以我觉得小孩子还在发展 而且我们不懂这疫苗的那个长期 到底有没有一点危害性 孩子几岁了 我有三个 所以七岁 五岁 跟三岁 是 部长 这样疫苗不用订太多了 没有 这样讲不要吧 所以他的原因其实是很有理智的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还没有一个被批 可以使用在小孩子身上的 因为他们被冠病的影响会比较少 因为他们体质会比较好 第二就是其实越年轻的人打过疫苗 他们反应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其实打疫苗的风险会高一点点 所以两个比例起来 小孩子需要一个新的疫苗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药剂公司 他们都还在进行研究 实验过后 确定有效 安全 才会来跟各个国家的这个管理层去申请 是 能够再使用在小孩子身上 所以最早我看也要可能明年年初 才会有这个疫苗 适合用在小孩子身上 其实与冠病共存 首要的SOP 我想大家都要学会检测 自我检测 那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符合条件的冠病患者 如果是轻症或无症状的话 就可以进行居家康复 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我们稍后休息 马上回来讨论 我应该在这里做过最多ERRT的人吧 我们先把这个小包子打开来 是 里面就有这个检测仪 这是你第一次上电视挖鼻孔 是 我妈说不可以乱挖鼻孔 不过今天为了大家的安全 就在电视示范 好 错了 人家说什么 C就是Clear 是 T就是Dule Dule 公正法明晴 你好 我是林芝 因疫情的转变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居家康复 已经成为冠病患者的一个 所谓的既定的护理模式 那当然是为了我们的医疗体系 避免我们的这个体系崩溃 我们一定要腾出更多的病床 照顾这些重症的患者 但是说到这个居家康复 越民有话要说 因为一开始真的很辛苦 几个星期前 我的女婿忽然间说她那个确诊了 那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 紧张了 老爸 怎么办 要找那个Art Kit 检测器 也没有 因为你不能到楼下去 他们很焦虑 很紧张 而且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信息 让他们怎么做 你站在门口看到你的孙女 看到你的女儿 你是看不到 在房间里 那种无奈的那种情形 是 心很酸 了解 部长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恢复了吗 恢复了 谢谢 都打好疫苗了吗 都打好 其实都打好 幸运打好疫苗 又年轻 所以没事 第一 打好疫苗 第二 还年轻 第三 有好的阿公 谢谢 谢谢 所以也请他们谅解一下 就是九月底的时候 我们孩子开始 刚刚在实行居家康复 他的这个病例就突然的 增长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那时候根本是措手不及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这样的病例 就漏掉了 不过现在经过武装部队的帮忙 他们人手也多 系统也好 管理得也很好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系统大致上 我觉得还是相当地顺畅 是 但是会有一些朋友觉得 我家里没有这个环境 部长 你要有附设浴室 也就是附设浴室的这个房间 我现在不需要了 其实可以共用的这个厕所 只是用完过后 大家抹一抹就好了 是 其实这个冠病 医生可以帮我补充 这个冠病很容易死的 你只要用一些肥皂抹一下 或者太阳照一下 它就死了 不需要说什么特别的清洁剂 所以我们只要把厕所弄干净 其实可以共用 不一定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会传染的 一般的民众怎么看呢 大家了解 知道该怎么做吗 如果只要隔离的话 需要回去验那个ALT 那如果是阴性的 就再隔72小时再验到一次 但是不要出门 如果验了以后没有事情应该是OK 但是如果是阳性的话 就要去报告还要怎样 还要看医生这样 完全不知道 我以为一旦确诊了 就一定要入院 所以有居家康复计划 确诊之后能够在家里康复 这是好消息 居家隔离的计划 我们要每天要做检测 也不许出家门 我们要准备一个房间 让那个有新冠病毒确诊的人隔离 我知道有这个表格是要填的 公司和那个厕所就要消毒了 好的 你进去 出来另外一个人进去 就要消毒才可以进去 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 看那个体温如何 如果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家庭医师 部长 大家的这个基本认知是OK的 还不错 还不错 是 但是我觉得说到居家康复 有一个ART 自我检测是很重要的 请问JJ JJ 你会吗 我应该在这里做过最多ART的人吧 为什么 因为我也隔离过两次 是 然后都是14加7天的那种 然后ART很早一开始 应该是说去年病毒开始的那段时间 因为还在工作状态 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工作计划 要旅行的时候就是要去做 然后我第一次回来新加坡 是今年的年初 一抵达就做了 所以就已经开始了解整个过程 然后后来也开始接触到 可以在家里做ART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已经蛮拿手了 真的 JJ真的有没有那么厉害 我觉得现场测试就知道ART送上来 不 太厉害了 JJ 很多老人家还不会做 真的 可以示范一下 今天示范一下 医生 还有我们的这个JJ 因为JJ说他做得很厉害 真的要做吗 因为我会 你这个个性不要做 我这个医生闹窥 真的 我可以帮你的助理 好不好 好 我可以帮你的助理 我们先把这个 小包子打开来 是 来 里面就有这个检测仪 所以要植入多深 其实大概一寸就可以了 是 一寸大概三公分左右 两节 两节的手指 两节的手指 就大概一寸左右 是 好 所以两边都要放 这是你第一次上电视挖鼻孔 是 我妈说不可以乱挖鼻孔 不过今天为了大家的安全 就在电视示范 好 转十次吗 部长 大概十次 然后下一个鼻孔 转几圈JJ来引导部长 十圈吗 十圈 大概十圈 左右 对 两边做好 好 拿出来 然后 这个里面有这个液体 液体 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来 打开之后 这个棉花棒放在里面 是 轻轻地转动 让它跟这个液体混合 要花上几秒的时间 是 大概十秒 可以吗 对 大概十秒左右 大概十秒左右 对 好了之后 在还没有拿出棉花棒之后 罐子的上方轻轻地挤压 把那个剩余的液体给挤出来 不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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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里面就有几滴液体罢了 没错 然后棉花棒丢好 对 丢好 好好处理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盖子 是 盖子把它给盖紧 盖紧之后 轻轻地把这个液体给稍微摇晃一下 是 让它更好地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你看到这个检测器 是 它这边是有一个小凸洞 这个小凸洞你就按照这样子 点大概4滴 4滴的这个液体 是 1 2 3 4 4到5滴 把它放在桌面上平放 把它放在桌面上平放 对 每个都在看 封城 如果现在阳性怎么办 我坐在旁边最近 其实我真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C什么意思 T又是什么 C是控制 T是测试 所以它这个C那条线就是代表你抽样的时候 有足够的样本 所以它的控制一定要有一条线出来 如果控制的线没有呈现的话 那可能这个检测就不准确了 对 就不准确了 无效 没错 人家说什么 C就是clear 是 T就是掉 掉 这也行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没有错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有人骗我 他骗我说C是COVID 我吓到了 所以你中了5次 为什么C就出来 所以我们刚才前后等了就大概30秒钟的时间 所以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对 这个是阴性的 所以大家放心 对 放心 我们感觉放心 但是说到ART 我想 来 民众说一下好了 是不是也让你会有一些疑问 做这个ART 如果政府说每个礼拜要国民做一次的话 我家庭大 我也知道政府那时说过 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家庭的大小 所以才送了一次过十支 可是如果大的家庭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政府的帮忙还是什么 因为这个费用会很高 你看我们的前线的员工是很多 连跟一般的民众是必须要频繁地检测 例如说一个检测子的话 这差不多要七到八元 我有百多个员工 如果每一个礼拜检测一次的话 这差不多要一千元 如果一年你算起来的话 应该是有六万元 我们的成本越来越高 又不能多两个人饮食 又要检测这个东西 真的是我们很难做生意 所以真的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家庭的大小 所以就每个家庭分六份 接下来十月到十二月之间 会再分多一次免费的检测 就是每个家庭有十份 当然有些被确诊 或者接触到被确诊的人 他们会收到这个HRW 收到HRW的话 可以到这个购买机器去领取免费的 当然还有好多个业者 都需要检测他们的员工 每个信息都需要 现在大致上还是政府资助 到年底 当然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 真的是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年底之前 我们会再重新检讨看怎样 那当然我们知道要与冠病共存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未接种疫苗的群体 那我们接下来如何保护 那些所谓高风险群体呢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稍多休息 马上回来 医护人员现在真的很辛苦 每天都是病例越来越多 病例 普通病床 人越来越多 所以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JJ 你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鼓励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怎么样 现场好朋友 来 掌声鼓励 鼓励 为我们的医护人员 最近有一首新歌 我觉得这几句还蛮适合的 过着新的光很暖 与你有关 空中访明星今天邀请到了 王颖康部长 以及徐宝坤高级政务部长 我们都知道 德尔塔病毒传播性更强了 相信不久之后 我们都有可能染病 所以为了保护高风险群体 比如说年长人士 或者是未接种疫苗的朋友 我们会因为疫情的转变 那我们的防疫政策 就会随之更改 我们要做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的步伐 有些群体真的跟不上 我们的义工都跟我反馈 像我打了两剂疫苗 我还是要减少出门 还在家里 而且很多60岁到65岁的还在工作 他说公司都可以让我回去 那我在周末的时候当义工 应该是可以 不过很多单位都说我们不能去当义工 有什么让我们这些热灵人士 去当义工 是 这个我们也认识到 但是现在在一波高峰时期 我们还在增加 不过我们是希望 当然已经到了高峰 接下来希望会缓慢下来 因为现在在医院 我们见到每天死亡的 或者在医院的 还是年长者多 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 所以这个比较有敏感度的时期 希望大家配合一下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永久的 是暂时性的 高峰期一过 我们会逐渐地希望能够放松 让他们也能够出来 为他们的社区尽一分力 是 当然现在也不是说不可以出门 我们就尽量减少出门 是这么说吗 是尽量减少出门 是 需要就出门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到处走 把口罩拉下来 谈天说地 一整个下午 所以这其实就是感染力 最容易的一个场面 JJ 家里爸爸有没有跟你说 这个政府一下子五个 一下子两个 害我要约JJ的女朋友吃饭 都很难安排 爸爸有没有这样的反应 这句话里面很多个重点 被你抓倒了 但我是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这样的一些过程 一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生意被影响 数字看得出来 演唱会被影响 不能办或可以办 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 很多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生活 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反而是身心灵的一个状态 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被影响了 但是谁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心灵现在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 或者是非常不健康的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需要大家去讨论 跟可能加强的这一块 我觉得可以加强的一块 尤其是医护人员 我觉得这个疫情让整个医护系统 跟医护人员的状态 其实我们并不会能够完全知道 他们经历的那些压力 跟每天的心情跟状态 其实我是蛮担心他们 歌声绝对是能够抚慰心灵的 因为现在看到每天的这个病例激增 大家压力都很大 对不对 医护人员有三个礼拜没有休息的 然后看到一些报道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大家太辛苦了 JJ 你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鼓励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怎么样 现场和朋友 来 掌声鼓励鼓励 为我们的医护人员 最近有一首新歌 我觉得这几句还蛮适合的 《国之心的光》 国之心的光 很暖 与你有关 对啊 谢谢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 疫情的期间音乐的能量会更被放大 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的一个状态 是很大的 很明显的 而且我们更需要彼此的鼓励 我自己也会在过一段时间 也会有一些音乐上面的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可以用很多歌迷朋友很盼望的演出 演唱会带给大家更多的直播的音乐 当然希望可以越多人越好 到时候记得请我们去 我们到时候去 好不好 听者有分 刚刚JJ有提到说关心医护人员 那大家当然也关心说我们的这个病床够不够 ICU的病床够不够 现在整体的这些情况是怎么样的 许部长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当然我们现在病床上肯定是一定有一些压力 不只是说病床上有一些压力 我们虽然可以增加更多病床 但是医护人员也需要时间去修养一下 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劳累了一年多 快到两年了 那我太太本身也是前线医护人员 好多老同事他们也在医院 现在在打聘 也希望可以把更多的病人 让他们更快地出院回到家中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现在全民 大家做好自己的本分 所以最重要就是大家可以接种地去接种疫苗 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跟安全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少外出 不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病例 加重我们医务人员的负担 然后我们现在也做一些调整 让医务人员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轮流地去放松或者是去请假 让他们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 医护人员现在真的很辛苦 当然徐宝坤部长是过来人 他是一名医生 我不是医生 但是也常常跟他们接触过 真的是很辛苦 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有假期了 每天都是病例越来越多 病例 普通病床 人越来越多 所以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 家庭也受到很多的压力 所以他们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支持 我曾经常常踢足球 你打前锋 不可以说对手攻打你的时候 你就叫守门员去管 不能全部交给守门员了 大家都要跑回去帮忙一下 我们的医药人员就像守门员一样 就是后备 但是我们都需要 我们打的是前锋 我们做的是不同样的生意 但是都要回去一下 帮帮忙 大家守一守这个帮帮守门员 是 拔一把关 所以我明白大家都希望 恢复本来的生活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总会达到那个目标 总会达到 你能跟父亲跟家人 加上女朋友是吗 一起出去吃饭 那个时间会到的 我们的医院 没有人想进医院 没有人想进ICU 可是有些人担心居家康复 对不对 其实我还好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 稍微的伤风感冒 是可以在家里康复的 而且不会把那个压力 带到医院那边 但是就有一些人会担心 如果家里的妈妈或爸爸 可能有什么三高疾病 虽然看起来那个症状 没有很严重 但是如果旁边有护士 在照顾的 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病情多 所以我们只能尽量 让每个人给予最好 最适当的医药护理 所以如果年轻的话 打过疫苗的话 居家康复不需要护士 但是有一个连续 可以几时都要找医生 这样就其实足够了 但是比较高风险的群众 好像年长者 或者是年长者 还没有接种过的年长者 可能就要在医院观察他们一下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可能不是去医院 而是去这个CTF 升级版 对 升级版的 护理设施 护理设施 那边有一些护士 有一些医药人员 所以在那边也有一个关照 当然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呼吸困难的话 发烧发得很高的话 打995就上车 会来马上送你到医院 是的 那当我们说到 与关病共存的话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 接下来我们怎么样调整心态 尽量地如常生活 以便迎接 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我们稍后休息 马上再回来 有些业者也在问 为什么可以出国 但是五个人不可以吃饭 对 所以走的中庸之道就是这样 有的东西可以开放 有的不开放 就有一点混乱 我觉得没有对或错 我觉得就是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决定了大家一起团结 去执行它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最近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激增 所以我们的医疗体系 面对很大的压力 国人难免会担忧 大家心里都在问 这样的情况 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够步入新常态 何谓新常态呢 部长 这条路我们还在走 当然我们说到新常态 不是说马上现在就新常态 什么东西都恢复 以前以往一样 新常态是我们未来的愿景 现在我们还在走这条路 所以愿景跟路是两回事 我觉得有些国人就觉得 你说新常态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出去 为什么不能够一起吃 因为还没到 那是愿景 目的地 现在还在走 第二个问题就是 走的这条路是曲折的 不是CDE 也不是AYE 有时要停顿一下 有时要拐一个弯再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在走这样的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庸之道 是 中庸之道当然走起来会比较不舒服 大家有时会比较混乱 说为什么我可以出国 但是不可以一起吃饭 中庸之道就是能够开放的 风险低的我们开放 风险还比较高 暂时不要开放 慢慢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中庸之道比较难理解 但是容易理解的就是比较极端的路 第一就是封锁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大家不会混乱 但是劳民伤财 大家心灵上都会受到很大的损伤 另一个方法就是英国所谓的开放自由日 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不需要再过问 所有的这些措施统统一笔勾销 但是也不行 我们刚才刚刚说到医护人员的压力 我们整个医院可能会被垮的也不行 所以只能走中间的路 我觉得没有对或错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决定了大家一起团结 去执行它 我觉得去面对 其实这不就是生活吗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对 我们说这样就一起这样子吧 对 我们就是一起共难吧 没错 对 是 来餐饮业的朋友 你要开放了 其实我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高兴 因为我真的是在看各方面的有很多好处 第一是说我们会看到更多旅客来到新加坡 连机场的流量也是增加了很多 其实我们这一年多的时候 机场的生意就是大不如前 真的是很多天我们看一间一间一关 所以是很心痛 这个中庸知道你走的镜头在哪里 曙光在哪里 这个很难讲 总理就说可能三个月 可能六个月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如果一些健康的人感染过后 没有症状 轻微症状 但是他们的这个抗体就增加了 我们打过接种了疫苗 或者接种了追加剂 我们的抗体也增加了 这个整个社会每天抗体不断地增加 到了一个时期 就能够跟病毒取得一个平衡 是 就是在很多国家 尤其是欧洲国家 他们经过了很大的异波 死的人太多了 他们这个时候在国家内 在社会里抗体很高 已经跟病毒取得了一个平衡 所以他们可以开放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英超 大家都可以去看图球 他们还的代价其实是很高的 才达到今天的目的 我们不要还那个代价 所以我们去年封锁得很紧 我们的疫情病例很低 死的人少之又少 就通过这个阶段为大家接种疫苗 大部分国人接种疫苗过后 现在开始开放 因为我们接种了疫苗 所以病例虽然高 但是严重病患者不会很高 我们不需要还出这么高的生命代价 所以我们去年做清零 今年做共存 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独特的做法 我们开通了接种疫苗者的这个旅游通道 BTL JJ就是第一个去订机票的 对不对 订不到 JJ是马上就要飞了 是不是 没有 我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 可以飞 赶快飞 但是我后来做了一个有点逆向操作的一个计划 跟一个想法 因为去年lockdown的时候 我们演唱会停摆了 然后我就会想说 我们与其去继续等待 我们要怎么去调整自己 能够怎么调整自己 来继续地把音乐跟表演带给全世界的观众 那我们就做了线上的演唱会 那今年开始的VTL 原本个人 当然我个人是想要去旅游 可以非我尽量想要去散散心 但是后来又想了一下 我怎么样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来继续地把好音乐带给大家 我们要做一场演唱会 是让想要来可以来的人 来看一场演唱会 所以我打算这么做 实体演唱会 实体演唱会 大家要买票进场 对 然后我想要做Cherry 就是买票的所有收益捐给实战 灭大家这样子 这是接下来的计划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多老人家 还是年长人士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义工 就是有一些优异 有一些开始有一点痴呆 除了说我们可以到处去看这些演唱会 不过这个是一个我们所需要 就是真正很慎重去看待的一个问题 癌了一年多了 大家可能那个耐力也有限 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曙光 第一 我们现在社区方面的局限 虽然还保留着一些 但是大家从工作方面可能要上班也行 或者是要外出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那现在又可以开始做这个VTR的旅行 所以这些是初步的一些曙光 当然VTR开通的时候很开心 可是在我的朋友群当中我们也是有说 虽然VTR开通了 可是刚开始有很多那个需要 我觉得最让人们担心的就是 在回国之前要有那个PCR试试 要做四次 现在已经剪到两次了 可是在回国之前 当然如果我们是确诊的话 我们是希望可以在本地康复 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康复 如果在外国要被隔离多十天 有一些国家甚至二十一天的话 那对我们自己的影响 对家人的影响会很大 所以不知道部长在那一方面 会不会更开放一点 在疫情之下 要出国的话 总是有一点风险 但是我们开放不是说让大家去旅游 其实很多新加坡人需要出国去办公 我们现在跨国企业在新加坡很多 很多新加坡人都是跟跨国企业工作的 或者演唱者 或者学生 甚至我们的外籍劳工 都需要回家看家人 有些业者也在问 为什么可以出国 但是五个人不可以吃饭 对吧 所以走的中庸之道就是这样 有的东西可以开放 有的不开放 就有一点混乱 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去年我们在做清零政策的时候 新加坡安全 是 我们周围国家不安全 病例非常高 所以我们的这个边界要管得很紧 不能够开放 一开放 病例就通通涌进来的 所以那时候收紧是对的 现在情况改变了 现在我们病例比较高 而且很多周边国家 甚至美国 英国 欧洲国家 他们经过了这么大的一波 他们的这个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他们打了疫苗 我们也打了疫苗 所以就现在开放 风险没那么高了 换句话说是 以前我们如果是一个小池塘 我们的都是小鱼 外面的是大鱼 你把大鱼放进来 把小鱼吃光了 现在大家都是小鱼 你开放过来 小鱼游来游去 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 即使我们的小鱼可以游来游去 大家都接种过疫苗 第二就是在进入之前要做这个疫苗 所以其实要的话 如果说一个餐厅能够说 每个人都接种疫苗 加上进出要做疫苗 其实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个生意做不起来 对 是 怎么做不起来 所以它原理上其实不大一样 要抗击疫情 因为长路慢慢 我们还是要鼓励一下我们的观众 一定要去施打疫苗 来 部长用方言呼吁大家打疫苗 大家如果是在进入之前的疫苗 就每每次都在进入 拍好在几天收到政府的通知 就会拍到三个月 拍了疫苗 保护家庭 保护机能 拍这个疫苗很重要 拍了是避免疫苗 你会不会减减 还是说没有拍避免疫苗 可能就在疫苗 你会不会减减 阿伯拍 仅仅会拍 如果是在出门或是朋友 还不会拍 叫人也拍 可以拍第三个月 还是快点也拍 保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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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部长也了解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些担忧 对不对 还是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民众好吗 未来的新常态 我们要有信心去面对它 许部长 我们现在逐渐走入与病毒共存的阶段 从黑暗走向光明 当然在黎明到来之前 还有少许的黑暗 希望我们大家团结一致 不要放弃 继续向光明走去 今天听到大家心里的话 做义工的也好 做生意 做餐饮业的也好 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也好 歌手也好 医生也好 做政府的也好 大家都有自己的苦衷 在这个疫情的这个阶段 我看大家都辛苦了 在心灵上甚至受到一些创伤 我们都是同舟共计 最重要的敌人还是冠病 所以我们最好的疫苗是什么 最好的疫苗是我们的团结 要认识到 不需要彼此针对说谁做得不好 病例增加是因为你的错还是他的错 大家都在同一个困境里面 大家一起做我们的本分 保护大家 保护周围的人 共同团结 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 是的 与冠病共存并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我们大家的必修课 让我们一起学习 顺利平安地过渡到新常态 今天非常感谢王部长 许部长 还有所有来宾朋友们的分享 空中发明请我们下星期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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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